政黨輪替的大聯盟 就是給侯友宜 給柯文哲 更多的時間 用他們的政見 然後去說服 臺灣的民眾 明明是代表國民黨參選 卻要母機加把勁 證明自己 羅志強推政黨輪替大聯盟 就這麼剛好 選在侯友宜 諸多民調溫作第三史拋除 我是國民黨的黨員 對於國民黨 我有情感跟身分上的義務 我會支持侯友宜 我個人的情感 個人政黨身分上的義務 最重要的即刻的目標 就是政黨輪替 不再提氣堡 卻像是因為國民黨籍 有諸多不得已 羅志強原定 和前高雄市新聞局長 王淺秋召開記者會 參數政黨輪替大聯盟理念 不到五小時喊咖 因為倡議才拋出 讓萊茵炸鍋 換猴聲浪再起 才昨天一天 我已經千刀萬剐 怎麼可能靠羅志強呢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倡議人 最好還是有兩位 總統候選人 或者是黨對黨的成績 來進行洽談 最高的戰略是什麼 而身為小雞 就配合這個最高的戰略 最強母雞過去優勢 成烈士 黨內小雞 人人靠自己 國民黨議員 李明賢更脫口 好幾位萊茵小雞 去見柯文哲 眼看萊茵氣勢低迷 傳出王金平出手 要國民黨立委參序 酬組後友宜 立委後援會 他也請我連續 現在的立法院的37位委員 絕大部分的委員都會出席 旅旅婉據當進總主委 王金平凡事 台面俠進行 民調調車為示警 侯正營雖調整選戰步調 但前提是要主帥 聽得盡 各方建議 三日新聞林凱俊 國民宣 台報道